AudioJungle 清代是由太监掌管的 清代为了杜绝太监干预朝政 专门特赦了这样一个机构 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 内务府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 简称为内务府大臣或总管大臣 掌管府内一切事务 由满清大臣或王公担任 内务府内务府专管爱新觉罗一家的日常生活等皇家事务 其成员主要由包衣组成 直属机构有七司三院 及广储司 兜余司 掌医司 会计司 营造司 庆丰司 慎行司 上司院 武备院 奉陈院 此外还有三十多个附属机构 如造办处 三旗餐领处 御药房等 其中造办处还设有炮枪处 玻璃厂等各类官班所访六十余个 内务府七司各有郎中 院外郎 主室 笔铁市等官各若干明 与六部各司同 资成一系统 内务府七司中 广储司掌管补藏 及出纳事宜 下设六库 七座 二房 六库及银 皮 瓷 段 衣 茶库 七座及银 铜 染 衣 绣 花 皮座 二房及帽 针线房 知染局 企华馆等机构 毅力数广储司 将您制造都于司掌管所属 五十官员的全选应用及打声补鱼师宜 掌一司掌管宫廷礼 并考核太监聘级 会计司管理内服躺向出纳及庄园的游之室 营造司掌管宫廷修 善工程是五 下设七库三座 七库是木 铁 房 气 心 碳 及圆明园 心碳库 分储木 铁 炸 石 瓦 心 碳及其他器物 三座是铁 起